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旦脱落有可能造成一个肺部的栓塞 这个栓塞有可能就是影响到生命危险 一段新闻关于老年朋友摔跤跌倒之后的一些危急的情况 我发现几位嘉宾有些面色凝重了 有点严肃了 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我父亲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坐在客厅里看电视 看着电视他想到茶几上去拿东西 90岁的老人能不动就不动 所以他就去够那个茶几上的东西 这一够不要紧 那个凳子滑了一下 整个的侧的就摔倒了 完了鼓鼓头就是粉碎性骨折 后来送到医院没办法只能做手术 治患了一个人工的鼓鼓头 但是毕竟我父亲90岁了 当时送到医院做手术的时候 医生明确地告诉我 麻醉以后 因为我爸本身的肺部也不是太好 很有可能就不会自主呼吸了 就要进ICU了 在我们平时看来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可是就因为摔了一跤 他会出现了生命的危险 问我们朱阿姨 看朱阿姨好像听我说完 盈盈有些担忧是吗 反正我挺担忧的 因为我今年也已经76岁了 我还有一个老母亲 在家里那就96岁了 我有时候一蹲地 也是有这种心没这力了 你去擦那地去 擦完了 等待会再想往回走就腿软了 就没有劲了 那么我特别害怕 经济站着就是怕老怕摔躺去 可是我又怕这96岁的母亲呢 有时候又是那什么 反正特别害怕 对老人来说 摔倒这事儿可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哪怕是在家里 我们感觉非常熟悉 非常安全 但是摔倒这个隐患可能也无处不在 有很多雷区我们需要去识别 并且破解它 那到底该怎么样找出这些雷呢 我们该如何去预防老人摔倒呢 今天我们就请一位专家来打疑解惑 有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护理部副主任护师 童素梅 欢迎 童主任您好 欢迎您 主任这边请 欢迎主任 先介绍一下 副主任护师呢 等于说我们护士里面的副高级的指称 所以主任您在护理部 是不是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 这样的病例 就是老人不注意摔倒 结果好像后果还挺严重的 对 是的 因为我在护理部负责护理质量和安全 所以经常临床会碰到这样的病人 而且确实是 就像前面各位嘉宾说的 可能会造成生命安全方面的这些问题出现 而且病人不仅是在临床病房 出院之后在家里也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那咱们护理部有没有什么方式方法 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梳理和一些预防呢 因为我们护士是离病人最近的 病人住院之后 最先接触的就是护士 所以我们要对病人有一个评估 所以从病人入院开始 我们就用我们的评估系统 把它从低中高风险做一个相应的评估 这个评估系统我们会问一下病人 有没有跌倒史 就了解一下他在家有没有跌倒史 或是在外边 这样的话我们会对他重点关注 另外还有没有一个医学的诊断 比如说他有脑血管病 心脑血管病等等的这些问题 那我们也会关注 因为这些疾病可能会造成病人的跌倒的发生 另外询问一下 他要不要有一些辅助的工具 这样的话我们也是判断一下 比如说他存在很多的风险 但是他没有辅助工具 可能会造成他很多的这些问题出现 另外包括他的不态 认知情况 都会给病人有一个判断 这样根据他这些内容给一个分 中高风险的病人我们要特别关注 评估之后会有一些措施给他 另外病人出院之前 我们也会给他教育 那希望他出院之后 回到家庭 到社会 那他保持一个就是正常的 这么一个生活方式 防止出现在街道 所以这一块呢 我们会给他一些健康教育和指导 让他在平时的生活中 有一些特别要关注的点要告知他 朱阿姨这样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了 我们就不能让您这么担心下去 好不好 对对 好 此刻就帮您做一个排雷 帮您排一排 咱家里有哪些雷会导致您和您母亲可能摔倒 对对对 提前解决掉 好嘞好嘞 今天我们三位嘉宾 同样不光是嘉宾 他们也是三位排雷侦查高手 但是该怎么样去排呢 咱去朱阿姨家不太方便 之前我们拍了一段非常非常精致的VR的照片 我们就现场通过云端VR的方式 帮朱阿姨去他们家看一看 有哪些因素我们需要去规避 防止老人摔倒 咱们就先从浴室开始好不好 三位侦探 你们就边看边记 发现雷区就写上 我慢一点 各位看一看 你们有发现哪些雷区会导致老人容易摔倒呢 如果有发现 就请写在题板上 三位侦探 已经扫雷完毕了对不对 好 那就请亮出你们的排查意见 好 西伟说 无防滑垫 无俯手 无凳子 王磊说 马桶 淋浴地面 干湿分离 张青说 扶手 干湿地面 先问一下西伟 这三个雷区 说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 因为在洗浴的过程中 我们会用到洗发水 或者肥皂 或者沐浴液 它那个都是有润滑效果的 如果说 在那个淋浴区下面 没有一个具体防滑的一个设施 非常容易滑倒 在那个过程中 然后另外就是那会儿 我们在奶奶家 是在那个洗脸池 还有这个马桶周围 都是有这个横出来 一个扶手的 就是老人在上洗手间 或者洗脸的时候 是及时可以有东西扶住的 王磊感觉是哪有问题 我们看一看 我先说那个马桶 为什么呢 触手可及 没有斧头 这个因为我父亲 做完这个腰椎管 狭窄手术之后 他尤其做完之后 到一定程度之后 他让你起这一下的时候 是很费事的 你这一下的时候 他需要借外力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其次就刚才我说的 下面这个干湿分离 能在这圈住一个区域来 洗澡单独地用这么一个 咱说你看到酒店也好 它单独有那种 必合适的也好 专门那样的也好 那水不容易溢出去 尤其是洗完澡 麦瑞得头一步 这最可怕 这我特别有经验 尤其我这岁数 我都是遇到过在酒店 就是洗完澡 第一脚麦瑞 如果没东西 吃溜就一切 在这个厕所里面 我觉得最应该解决的 就是扶手要安装 干湿要分离 这样的话来杜绝地面的滑岛 好 谢谢三位嘉宾 可以说英雄所见略童 观点也是比较一致的 但是到底是否正确呢 问一下我们的同主任 我觉得三位嘉宾的 这个安全意识 和想的办法都特别好 那比如说 抓一家的马桶 确实刚才像三位嘉宾说的 都应该有扶手 因为老人岁数大了 他的肌肉力量差 另外他坐的时间长之后 他起来的时候 确实要费力 他要借力 有一个扶手 他借力能起来 同时呢 有好多老人 关节 膝关节不好 不舒服 那这样呢 借力能起来 这个是防止跌倒 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家 我父母也八十岁了 前一段时间呢 因为老房改造嘛 很多人都在做改造 这张图 其实是我们家的一张图 这是您家的卫生间 因为呢 是我妈妈也是去年的时候 做了膝关节致患术 那膝关节致患术呢 真的做完手术之后 康复 锻炼 训练 非常的痛苦 而且时间也特别漫长 那另外呢 他整个活动 比如说从马桶上 再起来的时候 也是非常困难 所以呢 我呢 在装修我们家 这个卫生间的时候 特意给他按了扶手 这个扶手是可以织起来 他还可以贴墙 用的时候放下来 不占地方 不占地方 不会说因为 这个搅拌在这个立柱上 再拌一个跟头 这样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也是 在考虑到老人的 这个马桶的需求这一块 还是要安装这些 这个工具的 马桶旁的扶手啊 童主任亲册 有效必要 对 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医院里边 这张图呢 大家看 这是我们医院里的卫生间 大家看见 有没有不同 在这个马桶的 这个这边呢 还有一个按键 按键呢 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按 就像一个报警的措施似的 那别人就会来帮助他 比如说起不来 或者发生有的 其他的意外的时候 就能帮助 所以在老年人的 这个整个卫生间的 使用的过程中 又要保证安全 又要保证 能有一些发生意外的时候 能及时有人帮助他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紧急呼救 是 跟谈到一个 干湿分离的概念 您觉得这个必要吗 干湿分离 当然各位嘉宾说的 都非常有道理 但是呢 我们可能也要考虑 老人家的这个厕所 卫生间的大小 那如果特别狭窄的话 比如说洗澡的时候 他自己的活动度 这个空间小 反而磕磕碰碰 会更不好 所以呢 如果是这个浴室比较大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干湿分离的这么一个装置 一个就像小房子一样 但是再抓一家 我觉得感觉不太适合 还是装一个整张的地点 可能更合适 那就像这个屏幕上 这个地点 前两个大家看 一个是他面积比较小 这一块 而且凸起的 凹陷的这个 也比较多 那比如说老人 他走路不稳 反而会绊倒 就是这个地点 另外大家看 就是这个有洞洞 这个洞 比如说老人 主拐杖 他有借助工具的时候 比如说他这个 直接插到洞里的时候 反而会给他 又扮一个二次伤害 我觉得这样会更不好 这真是长期的经验 总结出来的 我们都很难去想到 对不对 会把拐过插到 这个防滑垫的圆孔里面 导致反而摔倒了 对 反而没那么防滑了 对 因为这个小的凸起可能会摔 因为我们在医院里边 我们就曾经发生过 那病人 其实我们都有防滑垫 但是防滑垫和进门口的 那个边缘的地方 稍微就一点点的空隙 老人的鞋正好 就是踢到了这个缝隙这儿 发生了跌倒 我们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大家就觉得 哎呀 想不到 就这一点点就容易 所以呢 如果有洞的话 可能会造成病人的跌倒 所以说一个调形的那种 比较大面积的 更细密一些的 面积大一点 像这种第三种 第四种 对 它的这个圆孔比较小的 对 比较适合老人朋友去使用 好 这是我们第二个问题 还有别的类区吗 在您看来 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我们这个热水器 那我们洗澡的时候 我不知道咱们各位嘉宾 家里洗澡的一个温度 都控制在多少 咱们看这个卫生间 它没有窗户 那如果再去洗澡的时候 我们如果温度特别高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比较闷热 水温又高 如果是心脑血管的病人 比如说有高血压 有关心病 脑血管病的病人 他洗澡的过程中 因为有闷热 温度高 可能会造成他的缺氧 他的头晕 不适 容易摔倒 洗澡的时候 我们要控制时间 控制温度 时间洗得不要长 我们有一卡 我们让病人洗澡 都准备好了 他要洗了 把卡往那个 截图 一放 那就开始洗 我们是8到10分钟 基本上是这样 温度呢 基本上我们定到40度左右 问问朱阿姨啊 朱阿姨 您平常洗澡的话 大概每次要洗多久啊 也就是差不多半个小时 那时间可有点久了 水温呢 大概就是40度左右 真实一点 还有吗 那这个水池子 其实朱阿姨家的水池子 我觉得还算好 刚才咱们嘉宾说 给老人用的旁边 有扶手的那种 我也见过 那这个朱阿姨家呢 大家看 它这个水池子边 还有凸起 其实它手还可以扶 那另外呢 大家关注到没有 它的水池子 它的凹槽 还是比较深 深呢 就是防止水溅出来 因为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去酒店 有的那个洗手盆 特别浅 那会出来 溅出来 这样水溅出来 之后到地上 它洗完澡 可能就会摔倒 所以我们在临床 病房的时候 也会碰到这种 跌倒的病人 就是去了洗手间 摔倒了 比如说早上起来 大家三个病人 都洗漱 那第一个病人去了 他洗的时候 可能没太注意 水溅到地去了 第二个再去的时候 他没太注意 地下有水 那可能就会造成 它的一个跌倒 另外呢 比如说洗完了以后 那我们有时候 拿着盆啊 这个水 在滴滴答答的 不仅在浴室 在病房里边 滴了水 这些都是隐患 都可能会摔倒 所以在这个盆这儿 也是希望 我们居家的老人 我一个是要有扶手 这个凹槽呢 要深一点 防止水溅出 我觉得这个 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 您帮我们再提点提点 灯光 您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抓一家的灯光吧 还可以 还是可以的 这个灯光的亮度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建议一些 就是因为 比如说夜间的时候 我们老人去上厕所 如果特别亮的 这个灯光 它反而可能 也不太舒服 我们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进前啊 或者在侧面啊 都可以放一些 亮度比较柔和的一些灯 就给它方便使用 现在有一种感应的灯 对 就是你一经过 它那个范围之内 自己就会亮了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 这个也好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 门上面 吸了一个那样的灯 就是谁一经过 那附近就亮了 是 我在家也安了一个 因为我父母也是 岁数比较大 就是从卧室到厕所 整个沿路 给他安一个 这个感应灯 都是一些小细节 但是细微之处 见安全 对不对 怎么样 朱阿姨 听过我们的分享之后 是不是感觉 这个浴室 卫生间可以再升级 改造一下了 好 是吧 对 安扶手 扶手先安上 对对对 防滑垫咱配上 对对对 还有这个什么呀 镜前灯 咱尽量也配备一个 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 敖冬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好 我们说完了 卫生间呢 咱们再继续扫雷 咱们去客厅里 看一看 好不好 我们先分别看一看 这是第一个角度 从门口进来之后 站在客厅的 算是中心位置 我滑动一下 我们几位侦探 看一看 发现了哪些雷区 可能会导致老人摔倒 这是我们的沙发区域了 对 在我们谈话区的后边 沙发区域 阿姨这是地垫还是什么呀 这个 那个就是地垫 那个我母亲就爱在那坐着 她坐着吧 就这不沙发 她就老爱坐那沙发那 坐那沙发 我怕她脚梁嘛 我就给她垫一块 明白了 好 我们三位嘉宾啊 三位侦探 似乎又有些发现 对不对 请亮题板 嗯 西威写了 椅子轮子 过道窄 地垫 王磊呢 写了也是 轮椅 面线 家具的硬角 张青呢 写的是杂物 中间椅子 地下太小 好 三位 每人选一个 你们认为可能最要紧 紧急急迫 需要去改变的一点 那个地垫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 就看似很温暖 但是它有危险系数 一个是 别说老年人了 我们都有过在地上铺地垫 一踩 哗 就 就摔了 对 所以感觉这个地垫 反而有点 话舌添足了 嗯 不好 我觉得那个门口那个轮的椅子啊 那转的那个 这个椅子呢 坐着呢 平时呢 虽然去哪都很方便啊 一咕噜就去了啊 但是起来的时候很可怕 嗯 它这个借不上借 尤其是一撑这椅子 老人起来的时候 因为借力嘛 一撑那椅背 啪一撑 这咕噜就体现出来滑 哭噜 它可能就走了 啪就摔倒了 还有它后边那线 就是它后边的 你看它底子底下有电线 这些 脚那儿 就很容易被绊着 你看它太仔细了 我的眼神这么好 张青呢 那个 我觉得进门那个杂物 首先 这个杂物什么东西啊 就是过道啊 本身这个过道就不够宽 所以杂物放在这儿 容易绊倒老人 好 明白 先问一下 佟主任 主任 这一轮我们三位侦探 是不是好像 我感觉进步了一点 更靠谱了一些 您怎么看 确实是感觉 这眼睛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发现了很多 特别关键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刚才大家说的 我们的嘉宾说到了这个纸盒子 大家看这纸盒子 我们特别害怕地上有这些杂物 因为它不可能大步迈 它都比较小步 而且步伐比较紧凑 那如果它抬不起脚 正好这个走路 又是一个拐脚 进了这个到饭桌这儿 那拐弯的时候 看不到就容易摔倒 这是特别很危险的一个 这个放杂物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刚才那个电线 我觉得电线也是 那电线呢 如果是绊倒了 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 我觉得看得都非常准 那同主任 还有哪些雷区是您发现的 我没有看到的 比如说桌脚 大家看那个茶几的脚 这个茶几的脚 刚才朱阿姨说 老奶奶是经常会坐在这儿 那比如说她坐起来的时候 行动不便 她会碰着她腿的时候 会非常疼 我觉得咱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被尖锐的地方碰一下 你疼的时候条件反射 你肯定会这个动作 就是会有反应 一弯腰 一五一柔 就特别容易摔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有一些桌脚的保护的 那种橡胶条 盲撞条 对 所以我这次在家里装修的时候 把每一个脚 基本上都给它安装 就可能会有问题的 包括上面的脚 比如说橱柜上面的这个角落 都会给安上 这样也是一个保护的措施之一 虽然是小细节 好 小细节特别好 然后这个地垫 刚才我们有嘉宾也谈到 说这个看似非常的温暖 但好像反而是买了一些雷 对 这个地垫呢 本身它就这一小块 它的边缘也容易绊倒 比如穿鞋绊倒 还有大家看到没有 它的右下角 这儿是有一点点卷边 已经卷边了 对 这个卷边 卷起的地方特别容易摔 特别容易摔 不仅是老人 就像我们工作人员 我们经常会在楼道里 贴一些指示条 比如说三角的指示条啊 或者是有一些指示的标识啊 经常如果是维护不好 卷边的时候 工作人员也会被绊倒 对 所以我们在家里 凡是这种危险的都不要有 另外这个地毯呢 地垫呢 还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防滑 因为我们好多家里 为了美观 就用一些 比如说用线啊 或者这种织起来的 为了美观舒服的这个 比较敏感 比较好的地点 那但是它底下 一点防滑作用都没有 所以我们最好是 底下要防滑 或者稍微固定一下 这样可能会更好 更安全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带轮的椅子呢 也是特别提示一下 那在这儿呢 我也是有一个案例 我们病房里边 我们不是椅子的轮 而是这个助行器 会被绊倒 有的老人是推着助行器 他要外边走 所以有个轮 他不是推着比较方便吗 一边走 就跟咱们那个商场 超市的购物车似的 它比较方便能走 只要带轮 那推着走可以停下来 当扶手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锁死 所以这个椅子虽然不坐 但是比如说 有时候要倚靠啊 等等的时候 还是有危险 所以呢 老人就不要接触它 家里肯定就是孩子 用不要接触 这样的椅子 带轮的椅子 总归是一个隐患 是隐患 虽然说看起来 你看好像这个椅子 更加地宽大 又腰背支撑 可能更舒适 对 可能是儿女相为父母 尽个孝心 说妈 赶您换一个高级的椅子 结果没想到 反而有一些安全隐患在背后 是的 那到底啊 这个椅子 我们该怎么样去挑选呢 主要阿姨 今天啊 我们准备几个椅子 请您来看一看 选一选 您认为哪一把椅子更安全 好不好 好 来 各位看啊 这六把椅子呢 可以说造型 材质 弧度都不一样 阿姨 您来选一选好不好 您来都体验一下 您看感觉哪个 可能最安全 最舒服 您都先体验一下 都坐一下 这个 好 来 阿姨 您就坐着聊吧 您坐着啊 您感觉刚才这几把椅子啊 哪个最舒服 哪个最不舒服 那几个投了的都不太舒服 前面几个 为什么呢 哪不舒服 它那个坐着呢 特别单毛 你要是那什么的话 第一把黑色椅子 对 这个呢 它来回转 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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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太低了 你起来 也不是舒服 哪怕有扶手 也费劲 也费劲 好 这个呢 没有扶手 这个我觉得它也不滑 还比较稳 还有两个扶手 这个呢 你看那它离脚呢 脚离着这个 你要是站起来 就是石不能 一下就能栽了 用我家里那圆椅子 就是这个 所以我也不坐的 它离 它特别高 你要等到 要一站起来 它离着脚 你一站起来就 能够容易摔 我还真以为 是这把夜的 可能会最舒服 它最宽大 阿姨刚才说的 这个非常对 因为大家看哈 阿姨那个脚 是离地的 离地就会有 很多危险 那我们在病房呢 也发生过 这样的案例 我们两个病友 也是两个老奶奶 在住院期间 他们就聊天嘛 那坐在一个 就像您这个高度 他脚不能挨地 而且呢 老人嘛 特别习惯 把两个脚交叉着 盘着 两人聊聊 那本身 他有脑血管的疾病 突然的一个晕 那老人直接就倒地了 那当时额头和面部 牙这个口嘴 这块全着地 那牙也磕掉了 头也破了 就非常危险 那这样呢 就特别容易 就是你没有 第一时间的 给一个自己着地 脚着地的一个保护 所以很危险的 这个 好 说啊 那咱快别做这把椅子了 咱就做您选的这个吧 把椅子 你做稳当了 这把椅子呢 我觉得是 还是可以的 因为大家看 它的 猪阿姨的脚 也是落地的 而且呢 有扶手 那另外也有靠背 同时呢 大家看没看到 它坐在这儿 还是比较 踏实地稳定 为什么 就是它的这个 大腿 整个这个长度 正好和这个椅子 这个面 这个面 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在 选椅子的时候 最好是这个腿的 这个大腿的长度 和这个椅的 这个平面 是一致 可能会更好 那另外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小腿 和椅子的高度 我们也是有一个要求 基本上 46厘米 对 46公分可以 但是我们 不管怎么说 也是根据人的身高 来不同 所以我们尽量 小腿和椅子的高度 相差一厘米 就差不多 给阿姨咱们就量一下 看现在这个高度 是不是符合 您的这个黄金标准的 来我们看看 真的非常准确 大家看没有 就在45到46之间 基本上 这是这样一个高度 您选择的 还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椅子呢 大家看是 只有靠背 没有扶手 那肯定是没有 这把椅子好 对吧 那这个沙发呢 刚才大家看了 这个朱阿姨 坐下去的时候 就本身这个力 就一下就坐进去了 起来的时候 还是很费力的 是吧 他还要费力 所以就像之前 我们说的 那关节不好的呀 这个肌肉力量 少的呀 弱的 他起来的时候 非常困难 这样呢 也会容易摔倒 那那个椅子 是更不稳定的 大家看这灰色的 再转不稳定 就很危险 那另外这个黑的椅子 我们原来病房 患者坐的 就是这样的椅子 但是有一个 什么问题 大家看 你坐在这儿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经常 有时候就会坐 前面三分之一 一坐 如果这样的话 就容易遮到 我们也有病人 就坐在那儿 没事嘛 他这样 一下椅子就翻了 人也摔地下了 而且我小时候 坐这样的椅子 我还从后面 遮下去过 它是折叠椅 对 所以呢 这个很危险 我们病房里面 特意 为了老人 这个坐的 比较安全啊 当时没有换 新椅子的时候 我们护士都非常细心 把这椅子的长度给凉了 标了颜色 贴上条 告诉我们入院的时候 告诉患者 您要坐这一线以后 这个区域 这样保证安全 不要让他坐 三分之一前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我觉得猪阿姨选椅子 选得还是非常好的 真的是啊 这个真实的感受 就是最科学的标准 是的 谢谢猪阿姨 谢谢 客厅呢 我们都已经排台完毕了 还有最后一个空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卧室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 来 第一个角度 这是站在床 靠近窗的位置 三位侦探看一看 你们有发现哪些问题呢 我们再转换一个角度 这是床 这是床头柜 好 三位嘉宾 如果你们写好了 我们就准备量题板 三二一 我们看一下啊 谢伟说 门档突出 床单太长 床头绿植 还有照明问题 说一个你认为最重要的 阿姨半夜起来以后 照明靠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床头 急需一个 让它随手就能按亮的一个灯 我觉得这是这个屋最大的问题 我们看床头 它这个有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你学会一走 你看那底有那圆的 我看一手圆的 那个马上就亮 对 那个晚上我觉得亮度还差点 我认为床太矮了 哦 太矮了 嗯 床上矮 床矮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起来啊 反正因为我有这个 这个晚上起夜的忙 我就知道 尤其是晚上 就是自己起来不舒服的时候 这个床 你起来先坐起来 嗯 然后再往前起 就这一下 是需要借助个力的 床太矮 这磕膝盖啊 你不好办 你怎么办 你得撑一下才能起来 就在这个过程 就跟其实在卫生间是一样的 你过度往前摘 你站不稳往后摘 尤其是晚上 他睡得昏昏噩噩的 有时候你很容易站起来 一下就往后就躺下去了 哦 好 张青呢 床头柜上面啊 不应该放这个植物 就是那个绿植啊 尽量不要放在床头柜上 像我父母也好 我相信很多老人都这样 这个床头柜会放他很多很多 他觉得有用的东西 什么药啦 夜里要喝的水啦 还有紫巾 因为老人容易什么 咳个痰啦 所以擦个东西 所以他们的床头柜 是需要有一个空间 给他们放东西的 所以这时候呢 这个绿植呢 就应该放到窗台上 好 谢谢 谢谢张青老师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洪主任 这些雷区在您看来 是不是也同样 真的是一些危险 隐患的地方呢 我觉得大家说的 有点道理 但是呢 刚才提出的疑问呢 其实我们也有办法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朱阿姨家 这个卧室 那我们看看这个进门 大家其实最高处 看见这个卫生纸了吧 这么高 我觉得拿起来 会不会很困难 那要取的话 可能我们就要用梯子 或凳子 对吧 所以这个拿取的时候 如果说是老人去拿 肯定会非常危险的 所以这儿呢 我们不建议老人 把一些物品 尤其是常用的物品 放在很高的这个区域里边 所以最好是能拿得到 那另外呢 在这儿也是特别 正好去说一下 就拿物品的时候 我们特别提醒 我们的老人 不要踩这种凳子 尤其是我们原来 家里有那种圆凳啊 是吧 没有扶手的这种的 特别容易 在取的时候摔倒 因为我一看这个高度的东西 我就害怕 因为我也是 我的父亲 岁数大了嘛 在阳台特别爱养花 那花不光养啊 他要浇花啊 修剪啊 他就自己踩在凳子上 就是那种圆凳 木头圆凳 去浇花去剪枝 只好就没踩稳 就摔了 而且呢 特别害怕是什么 他都没告诉我们 是我回家的时候 发现他脸上破了一块 那我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跟我说 我就是上去 弄了一下花 摔了 他都没告诉我 具体摔的什么样 那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直接就摔倒了 平躺地摔倒了 连花盆都掉下来了 所以呀 想起来非常后怕 所以从那之后 是绝对是不允许 他是这么去做啊 登高 我觉得在这呢 也是抓一家 不管是谁在这 这个房间住 这高处去 尤其是老年人 是绝对是不可以的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特别提醒注意的 这一点 那另外还有一个 大家说那个灯 其实我觉得这个灯 在这照的时候 可能就是照个亮 你眼跟前这点亮 有可能你的鞋能看到 但是比如说 我们企业 要去厕所 卫生间的时候 我们要过通道 所以建议 我们的过道里边 有这种感应灯 就是你走过去就能亮 相当于把你通往 你要去的这个区域 都照亮会更好一点 就是走到了刚才的 这个脚线的 这个就这种地方 其实都可以 因为现在有很多 吸的那种的 我也买的那种 一吸就感应灯 也是非常好的 这是一个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药盒 大家看呢 刚才这个猪阿姨家里 有那个药 猪阿姨 您的那个床头 放的都是什么药呢 我那点有一个是降压的 还有一个那个利尿的 我为什么搁在那儿 有时候我净爱忘 我搁在那儿一提醒起来 待会该吃药了 我就能那个 及时的那什么了 要我又搁在抽里面 得 今儿又不难受 就不吃了 这些药吃的时候 这块呢 也是放是放的可以 那吃的时候 也有一些注意点 比如说高血压的药 那高血压药吃完了之后 比如说它是降压的 降压的会出现 一些血压下降的时候 如果突然改变体位 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注意 刚才咱们嘉宾说到了 我起床的时候 那我这个床低 我可能会摔倒 但是其实在这里边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 吃药 吃药 因为我们病房也发生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心内科的病人 那他有高血压 关心病 他吃了 本身要扩血管之后 血压也会有影响 那他本身在吃了降压药 血压就低 那他呢 起来 晚上起床 起来上厕所 去卫生间 直接醒了 坐起来 穿鞋 直接要躺地去了 因为一个是说 降压 就是药物的一个副作用 就会有悬晕啊 这种的 晕厥的这种情况 另外呢 还有一个 他太猛了 就是这个动作太猛 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 我们特别建议 就是服降压药的 还有一个咱们岁数大的老年人 起床的时候要慢 叫三步曲 起床时的三步曲 那我们就是醒了 你不要马上起 那我先清醒一下 刚才像您说的 还迷动呢 还不太那个清楚呢 那我们就让先 床上先躺一会儿 让自己清醒一下 就是清醒一下 知道是 我醒了 整体的身体的状况 应该是恢复到一个 比较一个正常的状态 先握着半分钟 三十秒 躺着 我们再坐起来 在床上再坐 不着急 坐三十秒 坐稳了之后 那我们再下地 下地的时候要慢 慢慢地 别下地就 走特别快 就走 缓一缓 再走 所以这三个 这个三十秒 三步曲 也是对老年人来说 非常重要的 另外 如果你特别快地速度起来 我们想 我们是平卧 身体血循环 整个它是平的 如果猛地一坐起来 脑容易缺血 对 容易缺血的话 就容易头晕 就容易摔倒 所以大家 这一点 对老年人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朱阿姨说的 利尿药 我觉得这利尿药 就是有一个时间 提醒 就是什么 我们不要 要睡觉了 晚上吃 这样因为本事就利尿 您是要睡了 吃了药了 你会反复地去厕所 这样增加了一些风险 要床上起来 再去 这个卫生间 而且利尿剂 它的作用 如果比敏感的话 不是一次 可能会去几次 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白天的时候 吃利尿剂 另外 吃完这个药之后 去 卫生间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因为它本身 也会产生一些晕厥 不适的情况 它的药物的副作用 就有这方面的危险 所以一定要注意 要缓慢 都是我们在临床一线的一些 最直接的 可能我们会忽略的一些 重要的小提醒 小贴士 怎么样 朱阿姨 今天收获不小吧 太大了 太大了 对 咱们家其实还是非常温暖的 非常整洁的 对不对 再做一些小的改善 就更安全 更棒了 对 更像港湾了 对不对 也谢谢佟老师的点评和分享 谢谢您 那最后呢 各位还请别忘了 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 直接问专家 欢迎各位 下载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的直播 谢谢主任 谢谢您 还有四位嘉宾 都辛苦了 谢谢 明天 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